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来看一下赖清德的台独引战说 我们看他说不是台独引战 是一中原则才会带来战争 侯友宜听傻就说不要自欺欺人 什么叫做一中原则会引战 他说一中原则只会把台湾带向内战 更严重的战争 一中原则会吗 我感觉上面好像他有点搞不清楚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那我们看看这个侯友宜讲说 我走到哪里人民都关心 台湾会不会安全 所以赖清德不要自欺欺人 昨天父亲节的时候 我也看到侯友宜的po文 他就讲说就是他现在很关心的是 孩子们也不要上战场 其实这是很多 这个昨天过父亲节 很多父亲们也好 希望自己不要上战场离开孩子 或者是希望自己年轻的孩子们 不要上战场 反倒变成了这一回父亲节 大家讨论度最高的一个愿望 不要战争 但是如果我们讲到不要战争这事情 恐怕有些人听了会不高兴 我们再来看看 赖清德现在想要撕掉台独精孙的标签 郑元哥蔡郑元就揭开了残酷现实 他讲说这恐怕已经走上泽伦斯基的老路 因为你看赖清德为了要撕掉这个台独标签 不惜得罪台独 他把土豆拿来批语台独 所以很多毒派都想说难道我们现在已经变土豆派了吗 因为他怎么样批语 他说这个土豆在中国讲法叫做马铃薯 在台湾叫做花生 那之前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算是绿营的范绿人士 就讲说这个土豆竟然出现在我们教科书里面 这是统战啊 可是你看仔细看 他讲说里面也是在讲土豆等于马铃薯 土豆等于花生 他就在讲说两岸用词的不同 就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也可以变成统战 那所以他讲说我们台独就跟这个土豆是一样的 在中国在台湾讲的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郑元哥就讲说 泽伦斯基当总统之前也是讲和平团结 当选之后变本加厉去恶化 赖清德和民进党多年以来的作为 跟话术跟泽伦斯基毫无两样 就是你要来选举的时候才开始在讲说 我要和平 我要跟对方当朋友 然后一下又说对方是敌人 自己都搞不清楚 是敌是友 那你这样子根本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清德斯基 他说这是一个台湾的悲剧 那赖清德这样子讲讨好了谁 恐怕谁都没讨好 因为本来泛兰的人就已经对于台独的这种讲法 很担心会造成战争 那结果连独派也不吃这一套 你看独派的人已经开始痛批 你根本是华独金童 根本已经不是台湾建国派 就是你根本变来变去变到 没有人认得你是谁了 连独派都不吃你这一套了 所以赖清德搞不好要变两头空 他可能原本的这个天花板搞不好要往下降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不要战争又何错之友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父亲姐很多人是希望自己不要上战场 不要离开孩子 也希望孩子不要上战场 那可是你希望不要有战争 要被出征 你要嘛选择战争 要嘛被出征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人活得那么辛苦 你看看这一位台中的里长 他就是贴了一个看板 他说我爱台湾谁当总统都可以 不准有战争 我的孙子才两岁 拜托拜托 但是不要有战争 这样子也要被出征 他说他这个看板会一直放到明年的 一月份大选完 你看王定宇出来讲什么 这块看板应该要挂在天安门广场才对 蓝营的里长论调 根本就是帮助侵略者扫平防卫意志的爪牙 那这个王毅川 就是说大陆的高铁没有靠背的这一位 我每次都起到他 我都一定要讲他这个头衔 他就讲说 这很像妈妈跟小孩说 乖一点不要吵祖国会给你钱 所以这样子通通都要被出征 被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被侧义这样子出征 不要战争还不行吗 那要战争你们去 为什么一定要所有人跟着你们一起战争 那我们看看 现在台电亏损全民买单 现在预估大概亏损4000亿 濒临破产 恐怕接下来 全民通通都要为了这个买账 等于一个家庭要多付10年的电费 才能帮台电还清债务 那预计到今年底 亏损就是可能快要超过资本额4800亿 已经逼近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是在恐吓全民吗 经济部要争取台电 要再多挹注1000亿的增资 王美化的讲法是说 我们都持续在精算 一定会让台电稳定运作 这个就是忍不住要讲了 这叫做没有债留子孙吗 蔡英文你讲说没有债留子孙 那为什么我们一个家庭 要负担那么多的电费呢 这就是你的能源政策 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像执政者 现在看起来 债务真的是留给子孙非常的多 王宏威委员他讲说 是非可以这样颠倒 因为蔡英文 就是财政部还替他辩护 说到112年7月底 大概长期的债务是5兆元 那原本财政部网站的数字 是到6月底的时候 未偿还的余额是6兆5000亿 去年8月 习正月的新闻稿就讲说 112年度累积债务余额 大概是6兆6000亿 怎么过了一年债务就少掉了7八千亿呢 你在护航谁呢 那所以黄珊珊也有提到 她说现在这个预算 这个短破了这个6000亿 不攻自破 她讲说现在 其实总预算是创新高 但是创下蔡英文的执政新高 那所以没有债务子孙的说法 是不攻自破 那我们看看她现在跨任起借了1.5兆 蓝英就批评说这是债务下一届的政府 因为你看到了 现在2.4兆的特别预算 真正借款大概只有一兆元 还有将近1.5兆是将来借 所以国民党下会期的审查预算的时候 也会提案把这些债务的余额删除 看看财政部是不是支持 所以我们也看韩国瑜也讲 这个民进党贪污是谋财 可是把台湾推向战争是害命 所以就是一个谋财又害命的政党 所以难怪大家现在有六成的人 希望下架民进党 我们来问一下强哥 我觉得赵烧康现在一定三条线吧 政治金童还是人家喊赵烧康 他们可没说他自己是政治金童 我没有听到有一个人会 自己喊自己政治金童 而且他不是金童的年纪 对 我真的为台独感到悲哀 今天既然会要让赖清德 那不是标签 台独金孙不是赖清德的标签 是他的神主牌 是他的信念理念 他的价值 他自己拆自己神主牌 你到底怎么会有一个人到最后 你要公开站出来 拆掉你自己的神主牌 好了你说台独金孙你不是 那我给你一个名词 你绝对没办法否认 金孙可能瞧不起他 台独万岁爷总可以吧 台独万岁爷 赖清德你不能否认吧 你自己举了台独万岁的牌子 而且你现在已经不是孙也不是童 你现在是爷 尊称你一身爷 我跟大家讲 我们这位台独万岁爷 公然就是个叛徒 背叛台独 台独的标准很简单 台独标准就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 就这么简单 正名自宪一边一国 这就是台独 赖清德你以前就是铁杆的独派 我讲一个历史事迹 赖清德你就出来讲 当初连最起码最低等的两岸交流 叫做直航 连赖清德跟陈水扁都在推的直航 赖清德把直航讲成什么都都忘了吗 木马屠城 那就是典型铁杆绿的台独独派的中心思想 两岸不能碰 一交流就会被屠 就这么简单 今天为了选总统 连自己神主牌都可以丢掉 你要相信他什么 我说实在 赖清德为什么今天要急着施台独今生 美国压力 连走进白宫都被美国人电 美国一定叫他讲清楚台独的关系 干脆出众手 那我就直接讲 当年赖清德你从政路上 多少台独的信念者 台独的长老支持你 很多已经长眠于地下了 你要不要先去磕三磕响头 你对得起这些当年支持你台独信念 把你视为宝贝今生的 这群台独的大佬 你对得起他们吗 人无信不利 连自己神主牌都可以丢掉 那请问你 你还算什么 那王定宇也很好笑 对不对 你今天挂刊版 也不过就是一个不希望战争 又可以抹红 又变成是什么呢 爪牙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你直接把赖清德推到天安门去挂起来 为什么 赖清德就是爪牙 为什么 那记得他为了要转掉他的台独的标签 他都可以喊出和平保台 亲中爱台 还要跟习近平吃饭 你民进党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他直接要跟中共勾结啊 抓出去到天安门挂起来 台独对他来说只是个土豆而已 对土豆而已 土豆万岁爷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 我是听不出来什么台独还分两种 什么中国大陆跟台湾台独还有不同定义 我已经不知道赖清德在讲什么 但是我知道的是赖清德也是两岁孙子的阿公 人家不想要 就孙子上战场 或者是孙子遇到战争都不行吗 我们来问一下宝珍 这个刚刚强哥有讲到 我觉得民进党跟赖清德真的要把话讲清楚 你们到底两岸的立场跟论述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子一直变来变去真的不是个办法 而且我现在已经非常怀疑 赖清德就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 如果以民进党的思维逻辑来看 这个妥妥的就是个中共同路人 我们先讲台独党刚是当时民进党在1991年的时候 他就非常明确 他说的是什么 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 他讲的是这个 后来他们就说 没有我们1999年的时候 有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出现了 云内就变成说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他们就重新的把台独这两个字包装再诠释一遍 但问题来了 好如果民进党你真的现在依循的 都是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的这个版本的话 请问你的台独党刚什么时候要彻底的走入历史 当时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 今年三月份 AIT的前理事主席就曾经讲过了 民进党你应该要把台独党刚完全的冻结掉 完全的结束掉 不要在那边留一个伏笔在那里 其实美国为什么会有依赖论 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就是在那边哪没哪 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你只是短期之内突然为了要让选票极大化 所以你往中间靠容 所以那就说嘛 好吧你台独党刚刚你什么时候 要完全的让他走入历史 不然你可能随时都可以说 我其实还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就像哲伦司机那样子 就是随时都可以 我帮大家稍微回忆一下 这个赖清德他真的讲过太多太多 不同的一个版本 比方说2015年他就已经说 他主张台湾独立了 2015年 2017年他就说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再来到了今年的时候 他突然就说台湾没有统独问题 那请问你之前在喊什么 那你喊台湾独立才喊心酸 好再来 然后到了这个今年一样 他说要维持两岸现状 再来就是这两天比较经典 也是刚刚翟轩提到的 他说他在那个牙医的后援会上面 他就说 面对美中的问题 就是敌人跟朋友之间的选择 然后这句话听了以后 大家先歪头一下 再来隔天再看了一下电视专访 他就说 没有我们没有反攻大陆 我们跟中国还是可以做朋友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想跟中国做朋友 那请问你前一天所说的敌人 难道是美国吗 这不是很搞笑吗 就是你自己要不要先去顺一下 你在这几天 光是这几天你的说法 就可以这么矛盾 请问你到底要让人民如何信赖你呢 说不定他说的敌人真的是美国 我在想他讲的敌人 美国会有依赖论 没有 我后来在脸书上发文之后 就有很多的回忆说 没有啦 他的敌人应该是柯文哲 内部敌人 对 我忍不住想要让董哥帮忙回应一下 刚刚有观众留言 就说蓝莹好奇怪 什么赖清德台独你们也要骂 然后他现在不说台独你们也要骂 问题在这边吗 因为赖清德是一个头机 我们其实刚刚大家手讲只是整理说 你过去手讲的 那民进党有的 从我们在 我在跑信物民进党还没成立 就民进党你可以看到 他过去两张神主牌 他们自己也一直挂在嘴边 一个缓和 一个台独 台独的金孙不要台独很奇怪 缓和他也不缓了 他说要留一点来做不食之息 万一台湾有大情侣 对 大家可以看 那你所有神主牌你都不要 那你在干嘛 你在讨好一些人 对不对 为了选举违背了很多原则 他现在为什么美国人又怕他 因为他说 台湾总统要走进白宫 你们要投白宫还是要投中南海 那当然又把那个台独的一些面目 又把它拿回来 我告诉清德兄 青丁那 谢龙杰最喜欢说青丁那 要听清楚 要进白宫必先至宫 天啊 对 你要看自己是什么角色 你把大家弄得这么害怕 以为拿到葵花宝典了 但是你看到了 就是瓷朗这些人 就是他们那一种四处讨好 然后最后自己变成什么都不成 对不对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一次战争会让人家害怕 里长会出来 因为马英九执政8年 跟蔡英文执政8年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 每个台湾人民都可以感受到 就是台海 有没有那种兵凶战危的氛围 马英九时代什么都没有 这事实 马英九时代 台湾移民可以去钓鱼台 附近补鱼 蔡英文一执政 钓鱼台附近不准补鱼了 你不是跟日本关系最好吗 那两岸兵凶战危是啊 每天都有战机 为什么马英九时代没有 因为马英九承认九二共事 是不是 那所有的氛围就可以来了 那马英九时代 我们可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可以参加联合国气象峰会 可以参加联合国的民航组织 我们都可以派首长 派我们的内阁 阁员 魏国宴 环保署长都可以进去开会 可以讲话 所以那个时代跟气氛 它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 一个国民党执政 一个民进党执政 那谁在挑起战争 他其实是很清楚的 所以为什么 侯友余他们现在出去跑行程 很多妈妈 阿嬤会抓住他说 我希望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大学毕业就进入职场 不要进入战场 这其实是很多人的心情 所以这个荒原的阿嬤 她说我孙子两岁 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那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几年来金门823 很多人都要去 不过 那陈建仁是824才去 823他不去 蔡英文也不去 他也不去 824他去金门旅游 那金门我突然想起了 我刚听到情定鸭他的话 他说为什么对岸叫土豆 我们的土豆是花生 我看了也是觉得很老笑 你知道马铃薯 美国人叫什么 叫豬鱼 那台湾话叫什么 叫马铃薯 你知道金门话叫什么 很多朋友跟我讲说 我跟你们金门多说 你们 我说请问一下金门的马铃薯 怎么讲 没有人讲得出来 通关密语 你要是对一个金门很了解的话 只要讲得出马铃薯 大概你就会被认同了 马铃薯在金门话叫甘丹 甘丹 甘丹 对 你要知道这个是自己人 听了懂的话就知道 不能因为名称不一样 就把这个东西说成不一样 它还是老老实实一样 所以台独在这边一样 在对岸也是一样 那请电鸭不要再狡辩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告就忙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